对俄战略威胁大增 乌王牌军很快现身前线 乌克兰取胜关键在于此 俄军致命弱点曝光 克里米亚遭受最大空袭 二战即将爆发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关注新冷战情势 我是宇童 今天是2023年8月1日 观察整个战场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俄罗斯人的防御正在减弱 乌克兰武装部队扰乱了敌人的后勤 这样使得俄军难以迅速将部队调往前线 有分析认为 乌军现阶段共有三种可能的战术方向 一个是从巴赫木特向东 转向南转向顿涅茨克 另一个是从武赫莱达向南移动到马里乌波尔 还有一种选择是 前往托克马克和梅利托波尔 切断克里米亚和南部俄罗斯军队的联系 外界认为最后一种孤立克里米亚的方案 会让克里米亚陷入炮火之中 并不停地遭受空袭 这时候就算乌军没有占领克里米亚半岛 俄罗斯军队和当地居民也无法继续留在克里米亚半岛上了 这是一个重要的优势 不过关键的前提还是乌军要穿过龙牙防线 才能进行接下来的作战 下面我们重点说说 顿列茨克、扎波罗热和克里米亚的具体战况 目前乌军控制了顿列茨克州乌罗扎因的北部 俄罗斯人则控制着通往南方的唯一生命之路 其余的都是灰色地带 同时俄军也被来自东西两侧的乌军包围 预计乌克兰人很快就会完全接管该地 俄罗斯军事博主罗曼诺夫认为 乌罗扎因只能坚持一天到三天吧 因为俄罗斯炮兵团已经被消耗到 无法再提供反炮兵支援的程度 目前当地只有俄罗斯第305炮兵团 俄军再没有其他的炮兵团可以搬来前线 乌克兰在该区域的持续推进 对俄罗斯构成战略威胁 东部的新顿列茨克市政 日前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据未经证实的报道 期待已久的乌克兰第10军团的部队即将入驻 他们目前已经在克雷门丘克的方向上 取得了第一个突破 期待第10军团的优质作业 依照对军团能力的分析 外界认为 说明这个方向的雷区会被很快地清理干净 在大诺沃西尔卡区域 乌军控制旧马约尔斯克之后 继续向南推进 并与俄军反击部队在村子的南面阵地展开交火 乌洛然涅村北面和西面的俄军阵地也遭到乌军多轮进攻 目前双方仍在激战 奥莱克·桑德里夫卡至马林卡方向 俄罗斯人使用主要由囚犯组成的风暴Z部队 在装甲部队的配合下发动疯狂的攻击 可惜俄军还是没有成功 另外 阿富迪夫卡距离顿涅茨克市不到10公里 因此一直都是俄军攻击的重点 在俄军不断地攻击和炮击下 这座城市正在变成一片废墟 尽管如此 俄军还是没有能在此取得任何具体战果 再看一下巴赫木特的战况 巴赫木特南裔比较热闹 在克里什齐夫卡几天前 在交火中 卡德罗夫的车臣TikTokers 几乎整整一个营被乌克兰国防军消灭 只有不到50人逃回到露提 暂时由俄罗斯控制的地区 在克里什齐夫卡的俄军 将村庄车站大楼作为最后一个据点 这里已经有点远离正直了 算是正交 估计乌克兰人很快就会开始清理这边的战场 南侧的乌军还在继续强攻克列谢耶夫卡 但遭到俄军预备队多次反击 目前仍未能完全控制该村 库尔九米夫卡也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 乌军使用极速弹药发动攻击 乌克兰已经占领了阵外所有高地 俄罗斯人几乎全数退入铁路提后面 乌军久攻不下的安德列夫卡也被乌克兰海妖特种部队击垮 俄军实在顶不住急速炸弹的轰炸 被迫撤入城内 俄军还妄想通过进攻酷皮杨斯克而逼迫乌军北上救援 但乌军没有上当 他们没有救援 而是死死咬住巴赫木特不松口 目前俄军完全没有外围阵地 所有外围高地都已丢失 而乌军已重新打进市区 俄军在索莱达尔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有视频显示 乌军消灭了一群躲藏在索莱达尔至西维尔斯克县某处防空洞中的俄罗斯人 乌克兰军队还向巴赫木特北部的扎利兹杨斯克村发动攻击 目前该村北部处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控制之下 还有消息指出乌军机动部队被派遣到南线战场和巴赫木特战场 在东北方向暂时重火力短缺 只有一个炮兵第40缕 有消息称 俄罗斯最新翻新的200门自行火炮将全部投入到酷皮尔斯克战场 以发动最大规模火力战 乌军第14基部旅不断发动反击 乌军国土防御第121旅和第41基部旅也已增援到酷皮尔斯克前线 在扎布罗热德·罗伯纪涅到维尔伯维这个方向 持续被乌克兰的炮火覆盖 乌克兰的武装部队占领了俄罗斯阵地并继续前进 目前乌军的主要任务是清除巷道中的地雷 以便部队可以顺利地调动 乌克兰在辛普罗克·罗夫卡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在罗伯纪涅和普里尤特涅之间 乌军也侵入了俄罗斯防线 接下来有怎样的进展还需要观察 由俄罗斯博主报道 俄罗斯最后一支作为战略储备部队第14SPAC-SF的部队 已经出现在南部前线 据说这支SF部队也将作为一线步兵作战 扎波罗日南线 乌军继续分两路攻打热烈比斯基 并对俄军阵地发动炮击 而俄军则依靠防御攻势进行抵抗 罗伯纪涅区域东侧 俄军组织了一轮小规模反击 将防线向北推进了500米 乌军则向维尔波维西北方向缓慢推进 来自外界的巨大压力下 乌克兰武装部队四倍迫加快行动速度 现在撒波罗日前线的反攻 在几个地区突破了苏罗维京防线 兼顾的第一道防线 这几个月来 乌军摧毁了俄军的武器装备 以及后勤线 分析指出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 乌克兰人基于一种名为士气的东西 进行战斗 并取得了成功 以乌克兰原本的实力 对抗俄罗斯其实是很困难的 但是正因为乌克兰人的士气难挡 因此取得了惊人的成果 当然地面交通路线 地形知识 以及西方国家援助的大杀器 这些也是乌克兰人拥有的 有形优势 反观俄罗斯的武装部队 他们的内部缺乏凝聚力 这是受到俄罗斯军事系统 普遍的腐败问题影响 也是俄罗斯军队无法实现权力下放 和军队现代化的结果 由于俄罗斯当局 没办法向士兵们灌输信心和信念 士兵们无法相信 这次入侵的目的是有效和正确的 乌克兰军队的抵抗和韧性 也导致了俄罗斯人的道德崩溃 这是俄罗斯军队的致命弱点 可以说俄罗斯军队的道德崩溃 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士气高涨成反比 而这正是风暴之影F-16 挑战者2 海马斯或布拉德利M2A2之外 更重要的因素 这将领导乌克兰走向胜利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下 克里米亚的情况 7月29日 克里米亚遭到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 俄罗斯方面指出 有25架乌军无人机同时攻击克里米亚 乌军的战斗轰炸机也大批出动 向赫尔松和克里米亚之间的铁路和桥梁系统发动突袭 共发射12枚风暴阴影巡航导弹 凌晨乌军还出动了至少三架无人机 成功袭击莫斯科 外界认为这才是乌军真正的反攻 同时乌克兰南方司令部发言人 纳塔利亚·胡美纽克表示 近日克里米亚遭遇多次袭击后 俄罗斯军队正面临重大后勤问题 俄罗斯不得不依赖长途绕道穿越乌克兰本土的俄罗斯占领地区 来为部队提供补给 他们还使用两栖攻击舰穿越克赤海峡运送装备 连接俄罗斯占领的赫尔松州部分地区 和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的琼哈尔大桥多次遭到袭击 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该桥在6月22日和7月29日的袭击中受损 这条路线是从俄罗斯位于詹科伊的克里米亚后勤苏纽 到扎波罗热州的最直接连接 俄罗斯目前正在扎波罗热州阻止乌克兰的反攻 以收复被占领的南部领土 胡美纽克补充说 俄罗斯军事车队正在与民用车辆并排行驶 以便百姓成为人盾 胡美纽克还表示 乌克兰军方还积极瞄准俄罗斯弹药库 现已摧毁了几乎所有俄罗斯野战弹药库 俄罗斯军队正在应对炮弹饥饿的问题 目前看来克里米亚不会太安宁 俄罗斯和乌克兰针对克里米亚的争夺战即将爆发 以上是今天的新冷战情势节目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帮助我们点赞转发 如果您是新来的朋友 请点击订阅按钮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节目了 感谢您的支持 再会